一出场就霸气凌人 俄罗斯强人总统普丁发表任内 最后一次国情资文 排场堪比现代沙皇 正常演说宛如一出 军火大片 普丁高调展示新核武动画 还称它天下无敌 能躲过地面障碍物和雷达 让美国和北约的 飞弹防御系统变废物 宣称这款超级核武 飞行距离无上限 可攻击地表任何一个角落 但说白了最大的假想敌 就是美国 借机在下个月举行的 俄罗斯总统大选前夕 大手肌肉 普丁引以为傲的新武器 还有可躲过敌人防御飞弹的 超音速导弹发射滑翔机 以及可从潜艇中发射的海底无人机 能攜带核弹头高速行径 在冲出水面攻击敌人的城市 面对狂妄普丁 美军称已准备好保卫国家 但各界担忧 新一轮核武竞赛 似乎正要展开 下期新闻问不到